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老師您剛剛如果是要從雲端硬碟直接增加的話 您必須來這邊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叫管理雲端服務 因為你必須要先授權 OneNote可以存取您的雲端硬碟 所以您來這邊點一下 把您的那個帳號把它設定進去就好 把它設定進去 這樣您大概了解一次了 這個就做一次而已 那麼下次呢 你從這邊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存取 當然如果你的檔案 沒有放在雲端硬碟怎麼辦 可以嗎 答案當然是夜市啊 自己從這邊上傳也可以啊 假設您這個檔案還沒有整理到雲端硬碟上 您可以從這邊直接上傳 不過我是沒有很鼓勵這樣子啦 雖然是無限空間 你這樣上傳 它都放在根目錄下 那你應該知道放久了 你們家桌面應該有滿處來過 就知道明白那個意思 空間很大 永遠都不夠 永遠東西就會找不到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有整理的 好 雖然說這也是一個權宜之計 只是我比較喜歡有整理過的 所以我就比較找比較好找 那因為你在雲端硬碟上 除了用關鍵字 也可以直接用類型的方式 這樣就比較容易找 好就比較容易找 這個是我們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您要做的時候呢 需要先設定一下 就這樣做 謝謝 來看 謝謝 是的 謝謝